我今天就想得到,來到這裡見到師父,就想得到師父的加持,能整我身心健康,早走上俗題大道。 你學過幾年呢? 學過八年。 八年也不算短。 我現在每天來送地藏經,每天早晨拜八十八佛。 地藏經要送很久啊? 對呀,我重達西佛就開始送地藏經。 後來,頭一年是每天一佛,後來就是十三日送,最近我又送了二百佛,天天在送。 我們今天早晨拜一百八十八佛。 誦經啊,一定要拆智慧,要不然的話,我們只誦經啊,沒有辦法轉煩老成菩提。 只有誦經啊,比如說像英文邪講話一樣的,內在的智慧不在誦經。誦經只是真上緣,重要的是轉煩成聖,轉世成智,轉煩老成菩提。 佛法在心呢,不在語言文字。 那要藉著語言文字,來束縛我們的三頁,控制一下自己的三頁。 誦經總比清外面花天酒地好啊。 這個是在比較之下,誦經比外面酗酒啊,打牌啊,抽菸啊。 到處吃喝完了就好多了。 但是誦經不究竟,誦經如果沒智慧,就變成了,好像在讀書一樣的。 佛法最主要的是磨合而拨認,還有捏盤的妙心,不在語言不在文字。 誦經只是藉著外眼,讓自己不要去放蕩,但不能斷煩老了生死的。 只有誦經不寫,一定要聽見,要文法要開採內心深處的國人社會。 知道啊。 學問。